各位 我才不會擔心 好 我們請前面正前方的 是朋友們 來 中下 來 右邊 好 右邊 往右邊下台 讓我們這邊跟下台的朋友們 好 中間 中間下台 我們見朋友台的 所以答對了 好 翻左了 好 我們接下來看到沒有輸的 好 右是從中間開始 中下 好 讓我們看一下中間偏右一點 好 我現在看右邊偏下了 所以答對了 右邊偏下 好 右邊偏下 好 右邊 謝謝大家的朋友們的拍攝 我們拍攝了 欣賞 好 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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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到說些美女們 謝謝 都要彈點面 重新做自己來點 那進來 就拉腿上也可以啊 是啊 媽媽直接來 那拉拉可以講一下 就是那個好姐妹各自的交集 嗯好 就是國立島是我進演藝圈第一個最好的朋友 因為我進演藝圈的時候 我們去參加終於舞打 那是一個外景節目 然後人生地不熟 而且我們又去到泰國的櫃河 然後那裡的飯店都會鬧鬼 就超可怕的 並沒有鬧鬼啦 反正她給我們住的飯店算是蠻高級的 對 只是我們自己就會覺得有點害怕 然後在那個時候產生了革命情感 對 而且那時候我們其實不是同一隊 但是拉拉是真的很好相處這樣子 但不得不說第一次看到拉拉的時候 心裡是有想說 哪來的臭蛋欸 因為她就胸部很大 然後因為她在泰國會玩一些水上遊戲嘛 然後她就是胸部很大 然後穿泳裝 然後在那邊 我不要我不敢 一開始有想說 這女的合理嗎 但是後來真的跟她相處以後才發現說 第一個她是真的很怕 然後第二個她真的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因為我之前有分享過 那時候我錄那幾晚很大的時候 其實是剛開始有跑節目不久 然後整個收入真的很少 所以那時候錄影的中間 康長就跟她抱一個時候 那拉我活 然後就是我現在收入做朋友 討論一下現在收入的時候 康長就說 現在好少 每個月都有點要活下去 那時候拉拉就跟我講說 她說我有在那個直播公司 直播公司直播 然後我幫你介紹進去 然後下他們給你錢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就想說她只是一個錄影遇到的女生 應該就只是隨便搶將吧 因為我想到錄完回 錄完完很大回去之後 過一段時間就真的跟我聯絡 所以我幫你談好了 然後我就有嚇到 想說隨口在錄影中間 跟她抱怨說 我現在好窮的事情 她居然放在心上 所以從此以後我就知道說 她不是一個只有胸部的大奶妹 她是一個溫暖的人 你也請大家要看過她 就是所以通過這本書 大家就知道說 那她除了身材好之外 其實她也是一個內心非常豐富的人 希望大家都多買這本書 對啊 謝謝Lita 那其實因為那個時候 玩韓道我在宣傳寫真書 所以又加上我是汗鴨子 就是硬著頭一切 接著那個外景 然後才發現 哇這麼多水上關卡 我真的是拼了老命去完成 真的啊 每個關卡都給我在那邊很露 我不要 我不要然後一直抖動 而且真的很害怕 對她會不要 然後一直抖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女生看到都會想說 我好討厭 然後我跟玉兔的認識 也是在一個節目上 然後玉兔反而讓我覺得是 非常溫暖的一個前輩 因為我在台北 有時候 住的地方 並不是到很好 或者是經歷了一些很辛苦的事情 它是會很溫暖 然後從汐子開車到中和 或者是到松山來接我 然後只為了吃一頓飯 或者是把我接去她家 她會輕手動機她給我喝 然後玉兔對我來講就是 像我台北的家人 我覺得我第一次感受到 就是因為她的外型 就像雷塔斯 就她就是很漂亮很漂亮 對 攻擊性 所以對 你就想說她應該是被捧在你手上的公主 然後一直到有一次 那時候我們在做那個藝人的二手拍 然後她就找我去這樣 然後那時候有個粉絲 她的粉絲就說 那好我現在就是 就是花這些錢 我花一萬塊 然後就是賣你的東西 然後那個拉拉就立馬說 就現場的說 她就說那這個 你就是說我現在這樣拿一千塊 然後你就拿什麼東西出來 我們一起義賣這樣子 然後我們整個結束的時候 她就把她義賣的錢 都全數捐給基金會 然後譬如說 像我們在前幾年也有辦 其實她是每年都有辦一些 譬如說就是寫真的公益書 然後我們也會請到立心基金會 或是她地勤都會有捐款 然後我就想說 哇這女生真的 就算不是妳在她外表 我就看起來好像真的還有攻擊性 想說妳想對我一個男人幹嘛 但其實她內心是非常溫暖 然後很有愛心的 然後漸漸我覺得 欸對這女生改觀 然後以及就是看她跟萌萌的相處 是超有愛的 就是她覺得 譬如說 我覺得有時候 因為我們兩個 會很有話聊 是因為其實我們兩個小時候 都是辛苦的人 然後我們從小就要出去工作 但她給萌萌的愛是 雖然她現在只有媽媽自己的照顧 她給萌萌愛是超級獨 有時候我們還會討論說 到底該怎麼樣給萌萌比較好的 的想法教育 她是非常非常醜萌萌的 所以我就覺得萌萌是一個很幸福很幸運的小孩 因為媽媽給的愛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之前看到說萌萌開始學跳舞啦 然後一些人想說 哇真的是有愛的孩子 真的可以長得非常的好 然後我也很開心在我人生的路上 因為我跟她講說 其實我應該在開始這一部 是出來接通報的時候 其實我對大家都不是很熟 然後有時候可能大家很常說 欸我們下次約我們下次約 但是下次都不會約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那次拉拉的時候 拉拉就有帶我去吃飯 然後就開始越來越熟 然後我們聊天或是有時候 可能跟她講什麼事情 我都還沒哭 她就已經哭了 我好心疼你 就是有一種感覺 好像得道之音的感覺 那我也覺得很開心在演藝圈 就是有拉拉、莉塔 然後晨熙 然後萌萌這樣子的好朋友 因為我覺得 這件事情打破原本的觀念 譬如大家就說 啊演藝圈沒有好朋友 但我跟妳說演藝圈真的有好朋友 然後我跟晨熙也是認識非常久 而且晨熙是出現在我 人生中很重要的場合 她都不會缺食 我歷屆的生日 不管舉辦得多困難的主題 什麼迪士尼公署美少女戰士 她每一次都是會盛裝出席陪伴我 包含今天 因為其實晨熙才剛生完寶寶沒多久 然後我要發出邀請盤的時候 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可是我又覺得今天是我的大日子 因為我這輩子可能不會再辦什麼寶寶 好怕之類的 我就覺得這本書 就像我生了這個孩子一樣 我也希望晨熙可以參加 我很開心她可以來到現場 因為她本身現在還在補充當中 對 我真的很謝謝晨熙來 就是真的很開心 因為拉拉真的是一個 說了什麼 她就真的會去做到的人 像她之前說要做品牌 她就真的去完成 不論再多辛苦 然後後來就是聽她說要出書 真的是很久以前要出書 我以為這件事情可能就不了了之 結果果然在四年之後 她就去把它實現 那出書其實是我之前一直也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因為寫的方向其實跟拉拉有點像 就是我們都是獨立自主 然後靠自己很努力 然後去實現一些事情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因為拉拉出了這本 我就不敢出了 因為她的故事比我還要令人深刻 然後令人感動 然後更有深度 對啊 我現在要想辦法超越她的書的話 很難超越欸 因為 不知道是離婚我就還沒離 我可能要先離婚啊 然後可能 那我知道我要現在婚 這樣子我就可以超越拉拉 然後再寫一本書 不要亂講話 不要亂講話 然後真的是很希望就是 拉拉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真的在講說 這本書真的很像她生了一個小孩 然後 這麼重要的日子 不能不參與 一定要到 然後我跟她說 就是下次她的婚禮我也一定要到 所以希望她的婚禮可以趕快成真 你要先幫我找男朋友 找你找到真命天職 但是我想 我想補充一句就是 她其實說寫這本書 就是適合寫 是真的非常辛苦 因為她常常會打個過來說 我真的寫不下去 我就走 因為你知道其實 她的童年其實非常辛苦 所以她在寫這本字 她在寫的時候 她要挖掘自己最內心的事情 所以她常常期間 她說 我真的就沒有辦法寫 然後她就一直在哭 然後就開始講說 她小時候 我關於爸爸的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她真的很辛苦 然後那時候我一直想說 我就鼓勵她 但是 我有時候也是心疼她 因為她在挖掘內心的心 對她來講 你說是 跟自己和解 但是我覺得 你在和解之前 你還是要遭受到 你的記憶 被你的內心 又再折磨一次 所以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四年來 是她 偶心力寫的作品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 而且你看完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哇原來 她經歷那麼多辛苦的事情 但她最後還是可以正面看待 對 還有醫生也是我 確認很好的朋友 因為節目的關係 我們常常會一起辦 因為醫生底子很好 她其實人很客氣 她都會私下教我很多 跳舞的小訣竅 然後每次都幫我加班 我就會覺得說 很開心有她這樣的幫忙 因為其實我們練舞 都是各練各的 但是她就是非常溫暖 然後後來才發現 其實我們以前是在 同一個球隊 因為我最之前 是在藍運熊的 當啦啦隊 然後後來藍運熊變 Lamigo 然後再變樂天 所以我跟怡萱 就是有這一層的緣分 然後加上我們常常一起去旅行 然後怡萱就是那種非常正義 獅子座的那種 會把所有的 Schedule的安排好 包車也安排好 對 然後吃什麼 什麼幾點吃飯 然後 對 就是很會照顧我 我就發現說 哇原來演藝圈 也有這麼會照顧人的人 那我會覺得非常有同溫層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照顧朋友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朋友也是可以同樣的溫暖我 所以我謝謝怡萱特別來 而且她今天本來有球賽 是為了我留下來 我就覺得好感動喔 我好想哭喔 不是我想哭 不是因為剛剛啦啦說我怎樣 是從剛剛一開始她出場的時候 然後一直到剛剛媽媽組的吉他 還有萌萌寫的信 我都覺得好感動 因為我自己是單親 然後我從小就沒有母親 然後在這邊就看到啦啦這樣 我也很想像你一聲嘛 因為真的很感動 我的朋友圈子不多 就平常跟一些啦啦隊友混在一起之外 那啦啦還有大家 在座的大家其實就是我演藝圈很重要 很重心的朋友們 那有的時候我可能因為球賽比較忙碌 有什麼聚會我都不能幫 但是他們常常還是都會想到我 而且我對你們講的話很有感 就是啦啦 他們常講一句話是 我幫你彈好了喔 真的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剛好什麼 家裡電視壞掉還是什麼的 結果啦啦說我最近有接了什麼 常排的業配那可以幫你彈 那真的 他也不是說說而已 因為現在真的有很多人說 那我幫你弄弄看 然後就沒有嚇我 他是真的兩天後說我幫你彈好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其實也沒有認識很久 跟大家相比起來 可是他卻把我們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然後都會 然後他真的是一個很溫暖很溫暖很溫暖的存 然後他真的是一個很溫暖很溫暖的存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的書 因為像你剛剛說的這四年來 他是不斷接自己的舊的疤痕 接自己的蒼疤去完成這本書 那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這邊就祝福啦 剛剛那個三十幾刷是不是 我們直接五十刷 五十刷起跳 謝謝 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媽媽剛才有在那個發表會中提到 爸爸阿姿很不正 然後那可能就是當年有點遺憾 沒辦法讓他聽到一個道歉 有好多到你享受的地方 要通過媽媽的發問 是 因為其實這 照顧爸爸這個環節 是很多朋友不容易理解的 因為我爸爸對待我的過程 就是沒有盡到養育的責任嘛 然後又讓我 其實就開始養家 然後甚至把我辛苦賺來的錢 都拿去度國歸或 甚至把我的學費也花掉 讓我沒有前面書 那這一路包含他傷害媽媽 讓我在家暴的一宇宙長大 那其實對我後面的人生影響很大 例如說我交我男男朋友 他只要稍微一大聲 我就會回想起爸媽就是家暴的情節 所以讓我沒有辦法正常的去 面對這樣的爭執 那因為我一路都在照顧爸爸 很多朋友都說 如果是我 我早就放棄了 我為什麼要去照顧一個 只剩下我不照顧我的的人 但是對我來說 如果我沒有照顧他 他可能就會變成街友 因為全世界只好生我可以照顧他 我覺得如果我看到他當街友 我會更難過 所以我才想說 寫幹很多份工作來維持一個平衡 那我也想說做這麼多 也希望爸爸 因為有一些長輩長大之後 就是年紀比較大 可能會回過頭想想 就覺得我好像有哪裡做的不好 其實我在期待著那一天 他可以對我媽媽說聲抱歉 還有對我跟妹妹給我們一個交代這樣 但沒有想到兩年前他就得了阿滋海默 而且是瞬間的重症 我到醫院的時候 他就是有時候認得出我 有時候是認不出會叫我護士癌 所以一直到現在他已經是完全 對我跟我妹妹是不認識的 然後甚至是醫生有時候會問他說 那你沒有老婆嗎 他說我沒有老婆啊 他已經退化到非常年紀非常小 然後也沒有辦法自理的狀態 然後因為事情就發生 我們也只能解決 所以我就把他安置在高雄的安養中心 然後請專業的人士來照顧他 我才可以好好專心地工作賺錢 然後平衡一個家裡的開箱 那對於媽媽來講 他就是一個很堅強的榜樣 雖然我跟媽媽也是會有一些螺合 因為我會覺得說為什麼你都要一直忍耐 為什麼你要一直這樣冷氣吞生的 那我後來長大才發現 因為媽媽離家出走之後 回來看到我跟我妹妹的狀態 是她離家出走三天 然後回來三天呢 這三天請了三天後 我跟妹妹穿著同一套衣服 髮型也一樣但是更亂 而且那時候我跟妹妹還笑 那你看到媽媽就是抱住她說 媽媽我們肚子很餓 所以媽媽是因為那個畫面 她就不敢離開我了 然後一直忍受家暴到我國中二年級 對 這樣總共幾年有算 媽媽受到的傷害大概幾年 嗯應該是14年 就是從我出生的時候 我就聽媽媽說 爸爸是長期對媽媽家暴的 那雖然14年媽媽跟爸爸離婚 而且我爸爸是跟我媽媽要了50萬的安家費 她說這個是我跟我妹妹的教育費這樣 但因為爸爸沉迷奪過 所以這個費用很快就花光 那14年之後 爸爸還是持續有騷擾媽媽 所以我才鼓起第二次勇氣 說爸爸我可以多打一點攻 不要再去打老媽媽 所以這麼一扛一次扛到現在這樣 媽媽才終於從很憂鬱 然後很自衛的狀態 然後現在也過得很好 其實我都會盡量不去拍我的過去給我女兒知道 但因為我們是接綜藝節目的投稿卡 所以必須符合主題去講出自己的故事 女兒也會透過節目去知道我的以前是比較辛苦的 因為我覺得我女兒常常跟我講一句話 我說她說她的媽媽是舒心靈 然後我的媽媽是趙小潔 所以會演會變成兩個不同的人生的個性 所以我後來就會比較釋懷 我女兒可能就是會比較天真無邪 不會像我想那麼多 我就會覺得說這其實也是我想要的 我不想要她跟我一樣這麼過度著手 然後面對這世界無情的摧殘 我覺得我可以擋在她前面 這是我想做的 那女兒的願望也是希望妳趕快找一個辦法 目前有好感的內向嗎 目前我說真的都完全沒有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宅的人 然後除了就是工作之外跟姐妹聚餐 我都會待在家裡追劇寫書 然後動貓 或很少有機會認識到新的異性朋友 然後因為以前比較容易有人對我好 我就跟她交往 然後也是世人夫妻才發現 那其實這些男生好像都不是夠穩定 那因為這樣子的狀況有一陣子了 所以我才跟自己說要把觀察期放久一點 但沒想到觀察期放那麼久 這些男生其實可能這兩三個月就會冷掉 那我現在就是非常平常心去看待這些事情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很戀愛腦的人 但我後來發現孩子的成長 還有家裡環境的提升 以及身邊姐妹陪伴 以及工作上成就感 我覺得這些會比我的愛情度來的更重要 你現在已經出了大半三七刷 要不要考慮在台北七刷 你們是小的 我現在才開始二刷而已 你現在是媽媽在高雄嗎 我現在就是每個禮拜都會回高雄 我在台北是待禮拜一到禮拜四 然後五六日我都會固定回高雄 陪小孩跟家人 所以我每一年的高鐵票會這麼多 真的因為我每個禮拜都這樣來回 我也很習慣 你有台北的房子嗎 台北的房子我本來有租一個套房 然後我後來覺得 因為我在高雄有買新房子 我要平衡那個開銷 所以我現在就是會輪流去住姐妹家 有時候住家的家 然後有時候去莉塔家蹭一下 然後去晨熙家玩一下 這樣一兩天就過去 他們都在幫我省保住 對啊 就是輪流去住朋友家 誰的家最舒適喔 誰的家最舒適喔 都很舒適耶 你想挖洞給我跳 都很舒適都很舒適 那妳高鐵的花費會幾乎 高鐵的花費就是來回三千 一千四百五 然後來回坐三千 再加上這車錢 所以我一次來台北 我就會希望把工作接好接滿 去cover這些車錢 然後也謝謝這些好朋友 我願意讓我短短的居住在她家 因為其實台北房租真的很貴 我之前租一個酒瓶小套房 就要三萬 那我就覺得這些錢 我不如拿去讓我女兒學舞蹈 讓她學習英文 而且她來回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她覺得 萌萌已經到那個青春期 就她覺得她更需要她的平板 結果每次來她就說 我說這有那麼不好 因為我在高鐵上回去陪萌萌這樣子 對 因為萌萌小時候我們就認識她 然後她其實是一個非常懂事的小孩 然後我記得她有想跟我講說 萌萌有跟拉拉說 媽媽我一直希望你開心 就是妳懂嗎 因為我覺得拉拉在可能 在找尋找另外一半的時候 其實最低附近的是小孩子 所以她會覺得說 妳覺得她不好為什麼 如果想陪我媽媽就是直接否認掉 然後她其實也是 妳知道女生還是希望有男生合乎 然後但是她最重要的是看小孩 然後萌萌是一個非常 就是很孝順很懂事的人 然後那時候她就說 那天她寶徒 我想說萌萌跟她講這句話 我就說對 她就真的希望妳開心這樣子 所以她現在我覺得她在 我覺得她高雄的房子 好漂亮喔 所以她這樣說 對 我想說每次工作完之後 就回去陪萌萌 然後萌萌也因為就是有媽媽的陪伴 她其實她都非常的開心 剛好牌上唯一沒結婚的月份 萌萌了 萌萌了 真的耶 而且也沒小孩 全部都是媽媽 對啊 哇喔 沒關係 好一年也先別給我 我也是沒對象 你給我 沒有我家人剛好 沒有在講一件事情 而且我爸爸跟我講 他說 就算我們沒有結婚也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家人是非常 對於我們 因為我們家是三個小孩 都沒有結婚 對 所以我爸爸對於這件事情 是非常的 開女 對 就覺得如果真的有遇到一個 很想要一起走下去的人 那再說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尤其現狀也蠻好的 嗯 對 這也是 你節目上是有一個道理 結果 你已經是從她對深游 就跟她 珍惜了 有看女生 喔 對啊 真的有這個計畫嗎 喔 應該是也有 但因為我 就是 我還沒有其實 真的去 生死守住這件事情 只是我 一直覺得 今年是我第九年 對啊 九 本來想說十年 十全十內 但九 其實可以讓我這個 拉拉隊的回憶 長長久久也是蠻好的 所以我其實是有 今年也有想過說 每一場二八剛 最後一場都跳 真的 然後因為我也不曉得 哪一天會不會突然覺得 好吧 那就這樣吧 就這裡可以的話 就句點 可以有新的身分 或者是新的 嗯 另外一個邪感 對啊 因為我覺得九年夜 真的蠻久的 嗯 你考量到體育跟體力嗎 喔 我的體力還很好 我昨天還有16分 我跟你講 我還多蹲兩下18分 所以 關於體育這件事情 大家真的不必擔心 對對對 那 也不是年齡的問題啦 我覺得主要是一個 心境的成長 對啊 因為 很多人都說 拉拉隊你們跳多久 我 我其實也不是想要證明啊 大家可以跳到什麼 38 可以跳到40 那 我真的覺得 台灣對於 表演者的舞台 應該要更 給予善意的 回應 因為你看像 主持人 像演員 其實都可以很久 那 大家都拉到這 整個年凌晨 我覺得也不需要拍科澤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這個舞台 很喜歡這個球隊 所以也請各位 對 球迷們或觀眾們 可以多給我們一點讚 因為 我們在這個舞台上 其實是真的很喜歡的 嗯 拉拉好像先進大學這樣 對啊 對啊 第一代拉拉隊女生 第一代拉拉隊 就是 我就存在了 所以是主母級的 哈哈哈哈 就是連在那邊 現在的拉瑞有提依要相對嗎 哦 差很多 因為那個時候 第二期節目的資源 跟相演的機會 沒有這麼多 我們就真的是很單純 從第一局打到 第九局啊 或者是差緣常賽 就一直在努力加油 就是要睡球場 我們沒有睡球場 對我們睡 如果說去別的地方比賽 就睡 然後不會像影宣 他們現在 有很多不同的曝光機會 甚至可以去 國外參加活動 我們是真的那一年 打到那個亞洲職棒大賽 所以才去到日本 東京巨大去應援 然後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國 所以我就很喜歡那種 日本的氛圍 因為他們在 他們球迷 在當球員加油 是站起來 用跳動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 整個洞金巨蛋是在晃動 然後在拉拉隊那一段過程 是我也是很特別 也很美好的回憶 沒有 沒事我好怕你們聊到六點 對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嗎 差不多了嗎 謝謝 謝謝你 我怕你們聊到六點 對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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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